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83集 买宅子 陈时三可 许清安骑上他心爱的小木马 他永远不会堵车 轻快的赶到四天界 在白衣树什么热情的接待中 找到了聆听宋清教导的楚彩薇 楚彩薇姑娘 我想在那城买一座宅子 知道四天界会观测风水 想请你帮帮忙 许清安点名来意 楚彩薇从桌上的瓶瓶罐罐里挪开目光 抬起脸蛋 18岁的女孩 这张脸看起来都是粉嫩的 既漂亮又粉嫩 明亮扑闪的大眼睛 眼白剔透的宛如婴儿 看起来极为纯净 众所周知 志同的眼睛是澄澈的明亮的纯洁的 原因就是 他们的眼白是剔透的 不像成年人 随着年岁增长 眼白会变得浑浊 会布满血丝 楚彩薇这双眼睛就剔透如婴儿 又大又明亮 漂亮极了 我要学习练金术 不去 楚彩薇鼓了鼓塞 把脸憋向了一边 他大姨妈来了 情绪不太好啊 许清安心里猜测着 听见宋青说 我喊个师弟陪你去 我要师弟干嘛呀 不干 这种事情啊 只能是师妹陪着才有异议 谁爱跟一个大老爷们儿逛街啊 许清安摇了摇头 婉拒宋青的好意 采薇姑娘 为何今日这般的发愤图强啊 楚采薇小脸认真的回答 我卡在七品风水是一年多了 早也可以晋升练金术式 但练金术太难了 又累又无趣 啊 理解 理工是女人的噩梦吧 楚采薇继续说道 而且 晋升六品炼金术式 需要独立完成一个全新的炼金术 并将其发扬光大 得到百姓们的正面反馈 这样才能成功晋升 这段话 许清安没听懂 得到百姓们反馈 你知道火药是谁炼制出来的吗 这我怎么知道 火药是三百年前 一位四天剑的风水师炼制而出 他将火药推广出去后 得到了百姓的认可 晋升为炼金术式 当然 不是说非要炼制出 惊世骇俗的物品 宋清师兄就是炼制出了琉璃 才晋升的炼金术式 重点是百姓的反馈 原来破坏我赚钱大计的就是宋清你这王八糕子呀 许清安心里暗恨疑惑了 为什么要得到百姓的反馈 除彩为顿时看向宋清 后者略一沉吟 这算是四天剑的隐秘 与你说说无妨 但记得 莫要转出去 见许清安点头后 宋清说道 你觉得 四天剑与其他修行体系 有何不同 为国为民 无私奉献 特别高贵 许清安认真地说道 这样的回答 让宋清和边上的几位白衣术士 嘴角不自觉的笑容扩散 许公子不愧是四天剑的至交好友 宋清满意的汉手 与其热情起来 对 你是个眼光非常独到 且精准的人 这一点让我很是钦佩 各大体系中 九品是根基 其实九品的特异 便代表着该体系的核心 五夫的炼经境 儒家的开窍境 佛门的杀弥境 五夫的炼经境 核心是身体 身体是舞者的根基 儒家的开窍境 这是不是意味着 没脑子就别读书啊 佛门的沙弥经 小沙弥要首戒 首戒是和尚参悟佛法的根基 那术士的九品一者经呢 医生好像和术士没太大干系吧 许清安沉吟着 宋青见他还没开窍 提点说 九品一者本质不是一 而是人 术士体系走的是人道 所以呢 六品炼金属实的成就 需要百姓的认可 所以四天界 需要依附朝廷 术士走的是人道 应该不是我认为的那个人道啊 难怪这群白衣明明骄傲得很 做的事情却为人民服务 难怪历代监政都是京城的守护者 原来是必须依附朝廷 这让我想起了 同样需要依附朝廷的儒家 儒家之间都没有二品高手 听二郎的意思 很可能就是被断绝了使徒 这就好比七品的风水师 得不到百姓的认同 所以一直没法晋升 有人道那肯定有其他道 除了表面上的体系差别 背后还隐藏着道这个区分 许青安问 对于全新的炼金属 有没有眉目啊 宋青看了师妹一眼 本来脑瓜就不聪明 又不爱学习 嗯 怕是难喽 其他几位白衣术士纷纷摇头 对于楚采薇的晋升 表示不看好 采薇师妹这样的 只能看机缘了 哎 见证老师也不管管 大概是觉得师妹一个女娃子 不需要太高境界吧 我们也无能为力 白衣术士们惋惜的说 哀声叹气 楚采薇撅着嘴 就像一个成绩垃圾的岔声 面对长辈恨铁不成钢的叹息 这个世界还没有鸡精 不知道制作出鸡精的话 算不算完成一个炼金术 许青安 陈寅 嗯 对于这个 我倒是有办法 刷的一声 当场 炼丹室里 所有白衣们都看了过来 一个个眼放金光 真的 真的有办法 宋青瞪大眼睛 既有将学习到新的炼金术的狂喜 也有总算解决一桩心事的 老父亲般的欣慰 许公子 许公子 此言当真 白衣们激动的靠了过来 忙着做炼金实验的白衣 也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期待无比的盯着许青安 还得容我再思量思量 过几日给诸位一个答复 许青安说吧 看向了楚采薇 采薇姑娘 今日可有闲暇 有的有的 屋内的白衣术士们 异口同声地说道 宋青推着楚采薇站起身 语重心长地说 许公子是我们思天剑的贵人 不比炼金术重要几百倍吗 今日你便陪着他在内城逛逛 楚采薇就这样被师兄们 推入了狼窝 许青安带着楚采薇来到雅行 一位老经济热情地迎上来 老爷夫人 是智产还是令房 热老头的呀 前世都是前头后翘的 职场制服娘来招待的 许青安心里吐槽表面微笑 智产 老经济脸上笑容愈发热情 令房和智产的抽成不可同日而语啊 什么规模 三进的吧 老经济脸上的笑容不是热情能形容的 而是见了失散多年的亲爹 险些喜极而弃 他这般激动是有道理的 在内城根据地段不同 普通的小院不说 三进的宅子售价在五千到一万两银子 三进以上的宅子不是普通人能买的 雅行今年就没有卖过这种档次的大宅子 开张直接吃一年 老经济谦卑地问道 五千至七千两的宅子 列一份清单过来 许青安大马金刀地坐下 端着茶杯 喝了口大概是雅行里品质最好的绿茶 味道一般 远不如未冤茶似的 很快 几张清单被列了出来 许青安接过扫了几眼 仔细回忆了片刻 直接剔除了其中的三张 只留一张 为什么只要这一张的宅子 楚采薇辩析法似的 从陆皮腰带里摸出一把密件 许青安挑眉笑道 因为上面的宅子 离教坊私近 纸上列着宅子的位置 面积 再详细的资料需要另外查阅 许青安扫了一眼 发现一座位置不错 面积也很大 但价格远比其他宅子低的 亚航的编号是 以二十三 哎老汉 这宅子怎么便宜那么多啊 许青安不动声色的问 以二十三的售价是 五千五百两白银 与他同级别的宅子 售价在七千两以上 便宜啊 自然有便宜的原因 老经纪左顾右盼来一下 压低声音说是那宅子 邪性住不得人 客观还是另选其他吧 许青安和楚采薇对视一眼 心说 邪性 那我这个打羹人还真要去看看 怎么个邪性法 不过呢 许青安没鲁莽 谨慎的问道 怎么回事 老汉 好声说道 京城虽然是打羹人的地盘 但确实隐藏着许多不知底细的高手 亦或者 确实存在某些很邪门的地方 许青安小时候 就听说过很多 关于京城的怪异传说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